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Won 歡迎回到盾之勇神魔主生存 真的挺抱歉的啊 又是一個好一陣子沒有拍盾勇生存了 因為最近快要到年底了 我想要來拍一些比較不需要安排的東西 結果我最近時間壓力有點緊湊 各位真的很不好意思 那今天這集我們要來做什麼呢 我往想說啊 我們上兩集吃飽喝足了 是時候繼續來出門探險一下了 那在盾勇系列裡面 卡爾米達島集數的時候 他們不是有發現一個深海神殿嗎 就跟minecraft一樣也有深海神殿 所以今天這一集 我們就是來去探索一下深海神殿 來去獲得一些海靈碎片之類的 看看海靈碎片可以來做一些什麼 並且來好好嘗試一下 這個酷酷的殺星物理障 看看我們可不可以直接 不進入深海神殿 就把深海神殿來掏空試試看 久違來掏出我們的結構羅盤 搜尋海底神殿 檢測到那個方向有一個深海神殿 只不過離我們家有點遠 那個方向的話 我忘記得好像是薩夫維斯坦對吧 啊有啦 距離瞬間縮減了500多個 並且我忘記得 我有在這邊 設置了一隻水飛落鳥 正好我們可以用這隻水飛落鳥 來橫渡大海 那我們就 久違體驗一下水飛落鳥 在水中游泳的速度 不要再給我漂浮在水上 你快給我下去啊 乖 我說下水 潛下去 現在立刻馬上 喔有點慢 有有有 他下去了 喔這個速度 久違回顧一下 好舒服的速度啊 那我們就 直線前往羅盤的方向 不一會兒的時間 我們就發現了 海底神殿了唷 而且周邊 還有一艘奇怪的船船 如果等一下我們 成功攻略之後還有點時間 我們再來看看那個船船 到底是中山小用的 喔這個海底神殿旁邊 還有海底遺跡耶 一次 發現兩種東西 喔這邊好暗好暗喔 那汪記得我的盾牌可以丟 他有 中層附魔 所以他可以在水裡面丟嗎 喔喔 我好像被什麼東西吸掉了 欸欸欸 這什麼奇怪的東西 欸你嚇到我了 你嚇到我了 欸欸 他好奇怪 他為什麼要抓我 你為什麼要抓我 呃 我我我我 沒有空氣了 我沒有空氣了 救我 救我 不要吸我 你這個怪怪的東西 走開 這個生涯神殿好奇怪 快放開我 好 我成功放開他了 我我要先回去 重整一下態勢 太恐怖了 剛剛抓著我們的那個生物 好像叫做克拉肯來著 我們獲得了他的尖牙齁 喔他的尖牙可以拿來做三叉擊 但是我覺得好像 要多花一個海洋之心沒什麼必要 而且這什麼玩意兒 海靈石感 呃 反正這是我們等一下可以獲得的東西嘛 是說我們最近遇到了挺多古代水生生物的對不對 就像之前遇到了一個不只是鸚鵡螺殼的鸚鵡螺 所以汪想說啊 如果各位給汪留下超過我1500讚的喜歡 汪就特別來去提取一下那個克拉肯的DNA 再搭配鸚鵡螺以及深海守衛 看看要不要打造一個古代水生生物的小小水族箱喔 所以所以我們先來提取一隻深海守衛的DNA吧 喔不 我這個狗爪在水中沒有辦法很好的施展 那可能就是要晉升戰了 我們直接游過去 這個盾牌可以打到你嗎 我丟啊 喔 這個盾牌可以在水中游動耶 欸欸欸欸我的盾牌飛出去了 來先讓我提取一下你DNA 有我提取到了我盾牌飛回來了 我丟過去 有這個盾牌可以跟深插機一樣在水中丟 喔他要噴飛出去了來 不是那麼好操作啊 但是起碼他的拋物線不是像箭矢一樣 那麼大的受到主力影響的齁 還是可以戰鬥一下的還不賴 即使在水中圍繞保有盾之俑者的節操 有攻擊到了 欸他掉了什麼奇怪的東西 蛤深海守衛的刺 莫名其妙的 那旺旺有點好奇說 我在水中雖然被緩速了 但我可不可以來蹲下右鍵試試看 欸欸欸欸我怎麼喔 原來中了挖掘緩速效果的話 我們殺星物理帳蹲下右鍵 大範圍挖掘東西的能力也會被封鎖住耶 喔啊殺星物理帳 喔在深海神殿面前沒有用了 那我們就只好乖乖的從正門口這邊塗入進去啦 第一次這麼乖乖聽話的來探索 深海神殿齁看看這邊 喔唷是遠古守衛的房間 提取你的DNA提取到了 現在你可以死在我的盾牌之下了 我們再來看看遠古深海守衛在模組裡面 會不會掉什麼特別的東西 最後一集 喔好像掉了一個奇怪的東西喔 來看一下喔 更大的遠古深海守衛的刺 跟這邊有一個什麼東西 維他命 我們可以免疫虛弱跟挖掘疲勞的效果 欸太棒了 來看一下我們背包有什麼空間 有我裝備在這邊 有我挖掘疲勞的效果 沒了那我就可以來使用 不能使用大範圍挖掘的能力嗎 欸欸欸被封鎖掉了嗎 還是說 喔該死了 我把他用在戰鬥模式 難怪不能挖東西 久違的開啟奴隸文命令 選項幸運挖掘模式 抱歉了各位 真的是太久沒玩了 自己挑什麼模式都忘了 那王現在有挖掘疲勞的效果 我們再來蹲下右鍵試一下 這個能力還是可以用的 挖掘疲勞並不能阻擔我們挖爆任何的東西 真的很抱歉 王自己犯唇 那我們就可以再次進到神殿的內部 把這裡面的水通通掏空空 我看你們現在還怎麼游泳 這真的很舒壓 即使沒有防挖掘疲勞的飾品 也擋不住我們 這邊好像已經快到另一個遠古深海守衛的房間了是不是 有我看到了我聽到他的聲音了 你在這裡啊 啊等一下我肚子餓了 你等我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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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 我現在就來好好的料理你你跑到哪裡去 嚐嚐火焰的味道 別跑啊 別去碰水啊 別去碰水啊 有水了不起啊 舉起我的盾牌 把你丟出去 給我 棍梨水邊 攻擊你 喔他寫的真的好厚 沒關係 我們我們在攻 欸 我很抱歉 我不願意把他們的這個地方給挖寶了 欸欸 我還獲得了一個什麼很酷炫的東西 喔 遠古金石 就這樣 三個遠古深海守衛都被汪汪給解決掉了 神殿裡面的水也都通通沖乾淨了 明明是海底 但不知道為什麼 生了一堆阿若出來 海底神殿直接變成阿若神殿 來看看我們剛剛獲得的戰利品都有一些什麼用途吧 喔這個東西 感覺好像不能延伸做出其他的東西的樣子 是裝飾品嗎 還是什麼的 還有這個遠古之眼 好像也不能拿來做什麼東西 來放出來試試看 喔 這個難道是可以做紅石機關嗎 那再來把這個大的刺給放出來 呵呵呵呵呵 感覺好像 挺有趣的嗎 呃這個眼睛做什麼用的阿 喔 我們可以點亮他 不知道做什麼用 而且 呃 這這這這個呃 給小朋友看到會嚇到吧 往往回家拿了一點紅石粉 我們來嘗試 呃不能這樣直接啟動 也是飽飽啦 我們來嘗試大根的效果如何 喔 也是一樣 如果不動的話不會怎麼樣 但是如果一動起來的話 疼痛無比 而且被炸到的話還會有挖掘疲勞的效果呢 由於實在太久沒碰盾友了 往往就相約了拉夫塔利亞兩人一起到海邊 度過了我們甜蜜的優惠小時光 並且來給拉夫塔利亞看看 我全新的新玩具 拉夫塔利亞你準備好了嗎 要接受爸爸的大棒棒了嗎 我要督進去囉 拉夫塔利亞 喔 好吧 拉夫塔利亞一點反應都沒有 即使我的棒棒很大根 他也早就已經是我的形狀了 所以 他就是這樣子 但是一點也沒有感覺的任由我宰哥 我太難過了 我太傷心了 沒事啦 拉夫塔利亞 我們一起再來發現這根棒棒更多的玩法吧 我還發現他好像放在任何不同的角度 都是可以擺放出來的啊 天花板跟牆壁之類的 我們高速來行駛一下 他好像沒有消失過一樣的感覺啊 來 拉夫塔利亞 我希望你再測試 你在牆上被嘟的話 就是正常位的時候你會不會有任何的反應 來 你下去 我讓你下去 準備好了嗎 拉夫塔利亞 來用你的雷雷幫爸爸的大棒棒嚕嚕一下 好吧 他還是沒有任何一點感覺 好的 那今天這一集呢 文王太久沒玩盾泳了 所以一看到棒狀物 就忍不住拿去對拉夫塔利亞 嚕嚕一下 好好宣洩了一下我對拉夫塔利亞的愛 那我們獲得的那些海靈石啊 還有一些特別的小道具 我們就下一集再來看看 可以做出什麼酷酷的東西吧 今天就這個樣子留言說 一天到晚都想要如拉斯塔利亞好色喔 感謝各位收看